宋朝的范文正宫就是范冲淹 他以律部颜外郎的官称联当郡守时 他只有三位随宠的婢女 从他官当到二辅 一直到过世一共十年 不增加一个奴辈 也不曾范过人 这是范冲淹 所以范冲淹很惜福 他的福报用八百年 所以老和尚有开示 出茶淡饭保平安 老和尚说现在的社会 每一个人生活压力都很重 心理压力 精神压力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现在很多人睡不着 都要吃安眠药 要不然就得忧郁症 要不然就躁愈症 台湾就要忧郁症 躁动症 这么沉重的压力 身体怎么会健康呢 怎么会不出毛病呢 所以身体常感到不舒服 常常会有病痛 这是当然的道理 所以你去看医生 医生都说放轻松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是回来以后马上有压力 老和尚说 主有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的人 身体精神毫无压力 所以我们是确实要学习放下 学习放下 学习放下 身体精神就会改善 他得到轻安轻松 他的生活随顺自然 当然健康常硕 健康常硕的秘结就在此 就像新加坡喜泽一样 他没有吃其他的菜 他只有吃一个生菜沙拉 生菜 还不是沙拉 是吃生菜而已 他不加盐 不加酱油 老和尚说 现在人不加盐 不加酱油 不加味精 吃不下去 他说喜泽活到一百零一岁 那时候讲的是一百零一岁 在新加坡老上讲到喜泽的时候 是一百零一岁 他是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他只有吃生菜 诸位想一想 人生在世能享受什么呢 充其量不够是日食三餐 一云六尺 一天吃三餐 晚上睡六尺的一个床铺 还能有什么享受 你有钱 也不可能一天吃三十餐 你不可能一天吃三十餐 所以真正需要的就这么一点点而已 然后你也没有想到 你这一生为谁辛苦 为谁忙 真的是燕王超了心 为何如此迷惑颠讨呢 为何不觉悟呢 菩萨他明了他觉悟 所以他不为自己 因为菩萨的生活都很简单 有一次老和尚讲经坐机轮车 在大陆叫打滴了 地死了 跟香港一样地死打滴了 台湾叫计程车 这种多多少收入 这种等别で 所以他们听cents整体会 很寒 dre 换铺 她们做的 以来 那毫无一双 就是这种 人党时代 疫情中大县 你问他 他也说 钱很难赚 生活很辛苦 老婆上就问他 你一家有几个人 那个寄生设计说 三个人 夫妻两个 一个小孩 老婆上就跟他讲 那你在生活方面不要跟别人争 你跟别人争就活得很辛苦 你不要跟别人争 你就活得很快乐 老婆上讲话四饼八文 四两拨千斤 马上找出他为什么压力重的原因 老婆上说 你不要跟别人争嘛 那生活就很快乐啦 那个寄生设计问进攻老法师 为什么 老法师说 现在的市场花样很多 日新烈意 你要跟他追求 你当然辛苦啊 你今天买这个东西 明天他又出来新货 尤其像现在的手机 半年就推出一支了 明年又变了 现在最流行的美国的手机 iPhone 就是如果新货的利益 要动资料 基本上是一个年纪的国家 你就不介意国家 你会把他们的酒用来 你去联系尤其室费 那你来媒介绍自己的家 你都要给它联系尤其是一个 我又会去买这些公园子 我会去买这些公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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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买那些公园子 爱到都疯掉了 爱疯 所以老和尚说 市场变化很多 花样很多 入心烈意 你跟他追求当然辛苦 你要看破 老和尚说 比如你家里 一个电冰箱 好好使用 用个十年 不管出什么新花样都不要理会他 等冰箱坏了 再去买一个 不要看到新样子 又换一个 你不是天生在换冰箱吗 你不是天生在替他赚钱吗 替冰箱赚钱 不是你赚钱 一件衣服好好的穿 穿个十年二十年 所以你十年二十年不要买衣服 像我的鞋子都穿两年到三年 那一天鞋子磨到见底 又去补 补了又不好穿 你就跟儿子讲 你都换那个好鞋 我都穿旧鞋 这叫什么 跟儿子讲要欺负 为什么要买一个小鞋子 我认为老和尚 这个道理 只是老和尚标准比较高 十年二十年 我现在穿的鞋子是以前我当副文集长 发的鞋子 公家鞋子 老和尚说家具显坚固了就好 中国古书的家具 最少用一百年 你看那个明世家具 明朝的家具 最少都用五十年一百年 房子的建址 最少用三百年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 清朝的房子 因此你的心是定的 不用去追求 日子就好过 那个季灵就听了 有一点觉悟 对对对 法师你讲的是有道理 老华士说 你天天跟人家争 比如衣服 人家穿这个花样 你穿了就不时髦 不敢穿出去 怕被人家笑 你要追求时髦 你会累死了 日子过得好辛苦 你要为自己活 自己当主宰 清心寡意 日子就好过了 你开计程车 开一天赚了钱 一个星期就够用了 你一个月工作 一个星期 有三个星期可以放假 你多自在啊 老华尚人说 人这享福 何必那么拼命呢 你到底为谁拼命呢 实在讲 还不是为了妄想分别执着 怨不怨我 所以谁会享福 谁懂得享福 三十星里面讲 清太的故乡 以前我在练习的系列 我常想清太的故乡在何处 就是享清福 什么叫享清福 活不杀觉悟的人懂得 迷惑的人一天到晚在追求 那是可怜民者 有福不知道想 福在哪里 福在你的心 所以心叫福田 老师不向福田庚 老师向外找福田 既然就找福田 福田用心庚 老和尚以前 教过一些同修 他们的工作环境收入都不错 常常跟老和尚说 老和尚也跟他们讲 叫你们收入这么高 叫你们收入这么高 工作一年 能不能吃三年 那些人跟老和尚说 可以啊 差不多啊 老和尚说 好 那你工作一年 三年休息 不要工作好不好 你的生活还够得去啊 你这三年就老实练活 三年之后 钱六公共在工作好不好 那些弟子跟老和尚怎么说呢 我怕到时候找不到工作了 老和尚说 你练佛三年 感应不可思议 老和尚一定在给你安排更好的工作 你在这工作一年 大概又可以七年不要工作了 你能否相信呢 老和尚你看他讲经了 很幽默又很风趣 又很会开导 开导 真的是扇脚方便 啊 你看老和尚年轻的时候讲经了 现在也是一样啊 浅显易懂 但是小故事大道理 这是老和尚他讲经了 跟人家特别不同的地方 老和尚说 真正理解就相信 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出茶淡饭保平安 平是平静 安是安稳 这其中有真正的自在幸福 真正是生智慧不生烦恼 我们要把时间精力 用在找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是佛法 真的东西是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 这是灵性 我们自信 灵性 记住真诚 记住清净 记住平等 记住正觉 记住慈悲 这是真的永恒 不会随身体 世界消灭 所以 真正聪明的人 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性 提升自己的境界 绝不是提升物意的享受 提升物意的享受 是往下坠落 提升灵性 提升智慧 提升境界 这个提升永无止境 一直要到究竟严满的佛果 成佛之后 广度众生 众生无边 我愿无尽 普贤菩萨的愿里面 众生也尽 众生皆尽 我愿来尽 那老和尚说 诸佛菩萨的愿望 都是众生无边 我愿无尽 这就是对了 就完全记住 佛菩萨的境界了 众生无边